车载显示屏 自运通的车载显示屏 是司机与货运公司职员 和其他持份者交换信息的重要工具 作为车队管理服务的延伸 车载显示屏会连接GPS主机 并且可以供司机作身份识别 车载显示屏可以支援1500个中文字显示 和储存800条短信息 每位司机都会配置一张司机IC卡作身份识别 车载显示屏主板面 这个是车载显示屏的首页 司机可以在显示屏的上方插入员工卡 去通知公司你的登入身份和使用各项功能 显示屏有一系列功能制 下排的C代表取消 OK代表确认 第三和第四个左右键代表返回首页 而右排的功能键 第二个键代表进入GPS信息版面 而第三和第四个键代表翻阅上下页 司机插入员工卡后 显示屏会出现首页版面 上方图示由右至左表示 GPRS信号强弱度 如果出现零形图示表示GPS成功定位 如果出现G形图示表示车载主机已经和后台成功联系 画面的右上方会显示司机的名称 而画面中央会显示功能 一是寻单排显 二是曝光寻榜讯息 三是短讯息 如果司机打算查看GPS信息 请按右排第二个键 然后按OK 进入GPS信息版面后 可以见到GPS定位信息 包括经位度 是否定位成功 如果出现OK表示定位成功 如果出现no表示定位不成功 你应该将车辆洗字没有遮蓋的地方 再进行定位 车头指向方位 大约行车速度 电子指南针 按C键你可以回到首页 本地工作派遣 如果你想查看工作混单 可以按下有排第三和第四个键 去选择进入所需的标题 按OK 在混单派遣版面 你可以选择查看 1.未确认混单 2.未开始混单 3.进行中混单 4.已完成混单 混单标题棚会显示累积的工作数目 查看未确认混单 选择进入未确认混单 然后按OK 画面会显示各项未确认混单的编号 按OK 进入并查看这些混单的内容 按右排第三个键 可以返回查看工作混单版面 再按一下就可以返回主页 如果司机打算取消这个混单 可以按C键 未开始混单 选择进入所需的标题后 按OK 画面会显示各项未确认混单的混单编号 按OK键 进入查看这些混单的内容 按右排第三个键 你可以返回工作混单的版面 如果司机打算取消这个混单 可以按C键 而按OK就可以确认该混单 该混单会自动移至未开始混单版面 查看未开始混单 进入未开始混单版面之后 你可以按第三和第四个键 去上下翻阅混单 再按OK去确认混单 盖混单会自动移至进行中的混单版面 进行中混单 选择所需的标题之后 按OK 版面会显示各项进行中混单的编号 按OK 你可以查看这些混单的内容 处理进行中混单 进入进行中混单版面之后 按下有排第三和第四的键 你可以查看这些混单的内容 再上下翻阅这些混单内容 按OK键去确认完成该混单 该混单会移至已经完成混单版面 代表这个混单已经完成 代表这个混单已经完成 入了腐涨工作派遍 曝光品榜 曝光品榜信息 按右排第三和第四部键 去选择曝光品榜信息 按OK 可以进入报关菌绑信息的内容 按右排的第三和第四个键 去上下翻阅打算报关菌绑的运单 你可以按一或者OK键 去进行运单菌绑 确认菌绑指令之后 自运通会将由香港海关回复的菌绑编号 最早过关时间出入境口岸 和通道编号显示在显示平常 司机可以凭着这个信息通关 你也可以按C键去除销该运单 香港空运货站停车拍位信息 在主板面选择未读短信息 当司机按照运单来容运货 去香港空运货站的时候 因为空运货站和致运通已经有联系 当货车经过青马大桥 东冲就快到空运货站的时候 空运货站的人员就会知识 在完成交收文件手续后 当有停拍位 空运货站就会传送信息到车载显示平 司机就会在显示平 看到车被编排的停拍位置 司机就可以直接驶去停拍位 在主板面选择短信息 按OK键去翻阅和运单相关的短信息 标题旁会显示累积的短信息数量 选择信息后 按右排的第三和第四个键 去上下翻阅短信息内容 由公司下发和运单相关的短信息内容 一般包括运单修改和取消 如果自运通用户对使用方法有任何疑问 欢迎致电2627-8888 或者全真致2773-6619 向自运通服务中心客户服务员查询 有关网上查询 可以电邮至 感谢您欢迎讨或认误